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常态分配 那我们前一个单元已经介绍 常态分配的形状跟常态分配的一些特征 今天我们要学习怎么样用常态分配 来查表来算几率 那常态分配呢大家都知道是统计上 最重要的分配之一嘛 一般我们会用一个大写的N N就代表normal常态的意思 后面刮胡 刮胡前面那个是平均数μ 逗号后面那个是变异数sigma平方 我们用这个normalμsigma平方 代表平均数为μ 变异数为sigma平方的一个常态分配 那常态分配的形状 就是这个漂亮的一个这个中型 有没有好这个最高的地方就平均数 好标准差你就把它取右边 把它分成三等份 那个宽度呢就是标准差 好那因为这个曲线那么漂亮 对不对 我们要来算几率的话呢 当然就没有办法用那个积分 好当然更不可能用面积来算几率嘛 好那解决方法就是呢 我们也可以用电脑 好用电脑软体来把我们查表 也可以呢好也可以用那个一般的 好做好的表格来查表来算几率 好那这个现在大家看到这个就是 标准常态分配的那个它的表 好那这个表有两页 左边这一半部呢是你的z呢是负的 好右边这一部分呢你的z值呢是正的 好所以你要查表的时候如果是要查负的 你就要看左边这边要查正的要看右边的 好那我们看一下 它这边好这个这个旁边这个 第一行跟第一链呢就是z的值 好那这个z的值呢 好那这个z的值呢 好那这个呢左边这里是写什么 整数跟小数点第一位看左边 小数点第二位要看上面 好有没有 好假设我要负的0.85所以你就先找到负的0.8 然后5的话要找这个.05 好这个就是负的0.85 然后如果是正的就看右边 好譬如说我要查1.25 那你就找到1.2 然后呢这边再找到.05 懂不懂 好那这个 好有的z值以后呢查出来里面这个几率 好有小数点四位数这个几率呢都是你刚才那个z值 左边的面积 好我们现在查出来的这个值呢 几率呢都是你刚才查的那个z值左边的面积 好那如果你看嘛中间是0 如果z值是正的 对不对它左边面积是一块紫色的 那如果z值是负的 对不对在0的左边那 它的那个左边的面积就是这一块比较小的这块紫色的 好那这个呢就是标准常态分配表 好那如果我要查 譬如说我要查1.25 小于1.25的几率 你这边就找到1.25 这边找到.05 那1.25呢这里 得到呢8944 好那这一块紫色的面积就是 0.8944 好那这个就是查表的方法 那当然啦我们要来实际 好出一些题目让大家练习看看 好那假设呢 随机变数大写的z呢是服从 标准常态分配 就是一般我们写z 好一个弯弯的就服从normal01 那现在a请你求z在0到0.83之间的几率 好那一开始同学都还不大会查表 我是建议要画图辅助你 等到你很熟以后就可以直接查 好那我们就先画一个标准常态分配图 中间是0 对不对 然后呢0.83 0.83比这个1小一点嘛 所以我们现在要这块红色的面积 好那红色面积怎么查表 我们查的时候查0.83 它给你整个左边的 那还要扣掉什么 扣到0左边的才是中间这块红色的 好所以是小1等于0.83 减掉小1等于0 那0.83去查表 你就查这边是0.8 然后小数点第二位是3 得到7 9 6 7 然后0 0要不要查 0不用查嘛 0的话是不是在中间 比它小的几率就0.5啊 所以直接减掉0.5 那你要查也可以啊 0.0你查出来也是0.5 好 所以我们就0.7 9 6 7减掉0.5 剩下就是中间那个红色的面积 就是2 9 6 7 会不会 好 这个就是利用常态分配 好 查表来算这个 Z在0到0.83的几率 好再一题 好我要求Z在负的1.57跟0之间的几率 中间是0 对不对 负的1.57是在负1跟负2之间 然后它是一块红色的面积 好 然后呢 一样啊 我们插表 插表的话给你们都是左边的 所以负的1.57 左边这块白色是 0.0528 你就查负的1.57 0.0528是这块白色的 然后呢 小于0是0.5嘛 所以小于0减掉小于负的1.57 那就用0.5减掉 0.0582得到0.4418 那这块红色的面积呢 也就是几率呢 是0.4418 对不对 好 第三题 求Z大于0.44的几率 好 那一样我们画图 这是0 然后这边是0.44 我们要这块红色的面积 那 查0.44查出来 这个0.44查出来 是0.67 0.67是这个白色这一块 那你要红色怎么办 对 就要用到我们常态分配的特征 整个面积是1 所以白色这个左边是0.67 所以红色呢 红色就0.33嘛 1减掉0.67就是0.33 好 所以你要算大于0.44 就1减掉小于等于0.44 然后去查0.44 就1减掉0.67 得到0.33 会不会 好 再来 我要求Z大于负的0.23的几率 那 负的0.23在这个0的左边 我要是一块红色的 好 那 那我们就用第一个表是负的嘛 你就查负的0.23 负的0.2 小数点第三 然后0.4090是这块白色的 然后你要是红色的 是不是用1减掉白色的 好 1减掉0.4090 得到0.5901 就是那个红色的面积 好 也就这块Z大于零点 负的0.23的几率呢 就是0.5910 再一个 Z小于1.2的几率 好 中间是0 1.2在这个右边 比那个1大一点 好 我们要是这块红色的面积 然后呢 那这个就很好啊 对 我们插表1.2 就给我们就是左边的啊 所以你就去查这个 1.20 左边1.2上面找点00 就1.20 0.8849 好 所以这块红色的面积就是 0.8849 好 再一个 Z小于等于负的0.71 中间是0嘛 负的0.71在这里 我们要是一块红色的 那这时候负的 你就查第一个表 那负的0.71 得到2389 那这个 它本来给我们就是左边的啊 所以这块红色就是 也就是负的0.71 左边就是0.2389 好 那这个呢 就是用 好 常态分配表 来查这个几率 会不会 好 那 我们这个单元就上到这边 觉これは 每个人呢 都叫我的 我怎么应该是 好